我全家都重生了 上一世,我爸,我妈,我哥,我弟都护着假千金 他们都重生后 假千金找我爸要搭房子 我爸却让我住了进去 假千金要学霸弟弟补课 我弟只跟在我身后,求着要给我补 假千金要顶留大哥来学校看他 大哥来了,看的却是我 假千金要我妈亲手制作的钻石项链 我妈却把项链给我戴上了 心悦,你怎么能把姐姐房间毁成这样 这样做很不对,你知道吗 我妈指着满墙乱坡的红漆 还有乱图的死字责备我 假千金许方雅抽气着 妈,你不要说妹妹 是我不应该还待在这个家里 妹妹她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我对她再好,她也会恨我 她把墙上弄得这么吓人 应该也只是为了出出气吧 我今天就搬出去 你们就当从来没有养过我 等我以后赚了钱 我再来孝敬你和爸爸 她大眼里勤着泪 楚楚可怜的小白花柔弱样 还装腔做事的去拿行李箱 准备收拾衣物 我妈忙去哄她 客厅里传来少年烦躁又冷漠的声音 让许馨月去住宿舍 要住不惯 给她在学校外面搞掏房子 从她回来 家里就没安生过 是我弟许之恒 说完 她就去书房打游戏去了 我妈皱起眉 思索了几分钟 疲惫又无奈地开口 馨月 要不你就先搬出去住一段时间吧 学校旁边几个高档小区 都是我们家公司的楼盘 我让人带你去挑一套装修好的 你再带个保姆过去 听到我妈要把我赶出去了 许方雅看向我的眼神一片得意 其实她房间墙上泼的红漆 以及惊悚的死字 都是她自己搞的 她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陷害我 好吧 我赶出这个家 从我被接回来的半年时间里 这种把戏几乎天天上演 不只是家里 在学校 我被许方雅的狗腿子各种欺凌 也没人理会 上一世我把全部精力 都放在与她斗争反抗 以及讨好家人的事上 以至于高考失利 郁郁而终 重生过来 我决定不要家人了 哪怕我爸是集团董事长 我妈是珠宝尖端品牌的设计师 我哥是顶流 我弟是学霸 我也不要他们了 我妈看我没作声 以为我心里难受 她缓和了语气 你可以先去看看房子 要是都不满意就再回 我 我搬 我干脆利落地打断了她 我妈一愣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快 毕竟这半年来 我一直都在努力着想 融入这个家 哪怕和许方雅吵得再凶 也没提过一句要搬出去 我没再理会他们 连解释都懒得再解释 反正就算说了 我妈和许志航也不会相信 是许方雅自己把墙图成恐怖片的 我静止去我的房间 收拾我曾经从福利院带来的行李 正收着 我房间的门被人推开 是我爸许宗欣 许宗欣是个工作狂 天南地北的飞 上一世 我从回来后 见到她的次数 一双手都数得过来 还记得中秋节那晚 一家人难得吃一次团圆饭 许方雅当着家人的面 挽着我的胳膊 亲热地喊我妹妹 背后却将毫无防备的我 而我却在被接回的当天 差点被淹死 我性子直 被救上案后就指着她 对许宗欣说她推我 许方雅就哭 装委屈装可怜 委婉地说我是容不下她 想找理由把她赶出去 我以为许宗欣管理这么大的公司 肯定能看出她在眼 会为我主持公道 然而 许宗欣只是冷冷地盯着我 很严厉地说让我拿出证据 不要小小年纪严厉就容不了人 她一个字都不耐烦 在听我辩解 就把事情推给我妈处理 我妈不问对错 只是左劝右抚的当合适老 最终这是不了了之 自此我再遇到任何事 哪怕在学校被许方雅指使着跟班 把我堵在厕所里 扒光了我的衣服 用药领我 我都没有再在许宗欣面前哭过一声 许宗欣这会儿进来 我以为她是听了许方雅那边的一面之词 跑过来训斥我 我看也没看她 加快了手里收衣服的动作 许宗欣进来后 却什么责备的话也没有 大步走过来 一把就抱住了我 她抱得很紧很紧 声音痛苦又嘶哑 对不起 对不起我的女儿 爸爸对不起你 她一边说一边在哭 双肩发颤 激动得不行 全然不见了 往日高高在上 不敢高攀的棺材板样 我妈和许方雅 以及家里的许管家 听到声音都跑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他们三也是个个都瞠目结舌 我想着 难道是听说我要搬出去 许宗欣终于找回一点 身为生父的良心 觉得我受了委屈 所以才难得有些失态 跑来挽留我了 但不管她挽不挽留 我已经打定主意 不会再在这家里待了 有上一世的惨痛经历在前 这一世我绝不会再为亲情所动 我冷着脸推开她 拎起收拾好的行李包就走 月儿你要去哪 我爸总算缓和了些情绪 一把拉住我 着急地问 我搬出去住 我知道 我知道的月儿 这家里让你不开心 你放心 有爸爸在 以后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了 我妈和许方雅正要说什么 许管家已经抢着帮许方雅鸣不平了 许总 您到小雅房间去看看吧 新月她 她把小雅房间的墙上 拖满了红色的油漆 还画了好多个血淋淋的死字 我爸眉头一皱 我以为她又要像上一世那样 严厉地教训我 心脏都不由得微微收紧 可我爸却很温柔地摸我的头 这是月儿的家 所有的一切都是月儿的 画坏一面墙算什么 只要她高兴 她就算把这个家都拆了都行 我 在场其他三人和我一样的反应 就不敢相信 我爸又转过头 看向许方雅和我妈 她眼神变得严厉 脸色也瞬间冷无寒冰 就因为这点时 你们就要把我的院赶出去 我们几个依然待着 依然不敢置信 打死也没想到 我爸会这么护我 许方雅眼睛立马就红了 把先前在我妈面前 飙过一次的演技 再次开秀 她眼泪刷刷直流 委委屈屈地哭诉 爸爸 妈妈没有赶妹妹 我们都没有赶妹妹 妹妹把我墙上画得很吓人 很吓人 妈妈就说了一句 让她以后别这样了 她自己就要走 妈妈拦都拦不住 看我不说话 这脸表是拿我当雅的呢 还一再栽赃 我忍无可忍出声 我不管你们信不信 墙上的七还有字 都不是我弄的 我才说完 我爸立马接到 我信 我爸说出那两个字的语气 斩钉截铁 质地有声 震得正秀演技的许方雅 都忘了继续演 傻愣愣地瞪着我爸 我也傻眼 我妈应该也不信 说老公 你是没看到 新月把小雅墙上 涂得有多可怕 新月的话你是没听清楚吗 她说不是她画的 不问不查 我爸就认定是新月的错 有你这么当孩子妈的吗 我爸很严厉地 把我妈训得一愣一愣的 而后他又还事一周 严肃地说 墙上乱化的事 我会调查清楚 许方雅慌了神 很明显她没想到 从不都过问家务事的许宗星 竟然会来查这种小事 她顾不上再在这里演戏 悄悄退出房间走了 我爸还真的说查就查 把家里所有人都召集到了花园里 一个接一个的盘问 许方雅刚才偷跑出去做准备 弄坏墙面的屎盘子 最终被扣在一个叫小花的帮庸头上 原因是 小花偷偷是穿许方雅的新裙子 被许管家发现 说了小花几句 小花记恨 就故意弄了恐怖的墙面报复 现在人已经自己逃走了 我爸把我妈一顿很逊 我妈有点愧疚 但不多 因为她心里的天平 始终倾斜在许方雅那一端 许方雅抹着眼泪 假惺惺地跟我道歉 对不起新月妹妹 我刚倒是被吓坏了 知道你一向不怎么喜欢我 所以就听现了庸人们的话 以为是你弄的 我妈帮她说话 新月 你姐姐也不是故意的 你就不要计较了 我爸毫不客气 许方雅你是在阴阳怪气拐着弯的 说我月儿不容人吗 就你这也叫道歉 要道歉就给我好好声声地说 对不起 别加强带棒地侮辱我闺女 许方雅人都傻成化石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哭得更大声 爸爸 我也是您闺女 您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妈心疼地抱住她 老公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能这样伤小雅的心 许方雅继续演 呜呜呜 是我不对 是我惹得爸爸生气 让家里不得安生 呜 我还是搬出去好了 呜呜 我现在就搬 妈妈你不要再拦我了 呜呜 我妈哪里舍得 把她抱得更紧 正要开口劝她 我爸已经抢先开口 她特别地干脆利落 既然如此 那好 小雅 你去收拾行李 现在就给我搬出去 许方雅始料不及 人再次傻成化石 我爸吩咐许管家 去把小雅的行李收拾收拾 让司机送她去学校住宿舍 见我爸动真格 许方雅慌上了 一把抱住我妈 妈 我 我舍不得你 我妈眉头皱得很紧 老公 小雅从来没在外面住过 许宗欣威言道 你住嘴 就是你一直惯着她 不问是非黑白 才把这个家弄得乌烟瘴气 你再为她说一句话 你也对我搬出去 我爸发怒 我妈也不敢再求情 毕竟今天许方雅冤枉我的事 就摆在眼前 我妈怨脑地瞪了我爸一眼 转而安抚许方雅 那就出去住一段 妈去给你弄房子 肯定让你住得舒舒服服 许方雅表面听话 而又委屈地答应着 看向我的眼底 却宛若毒舌 早餐桌上 我面前格外地丰盛 尤其我最爱吃的大肉包 足足给了我五个 要知道 自从许方雅知道 我爱吃大肉包后 家里的厨师 就再也没有给我做过这个 所有庸人 也都一反先前的怠慢和不屑 开始对我毕恭毕敬 因为早上才起床 许宗星就在所有人面前 搞了个下马威 一大早 许管家就开始准备 许方雅出去用的东西 不只是他的衣物全部打爆 还调了家里最好的一个厨师 两个司机 两个保安 四个庸人 五辆豪车等等 准备全部带走 好去服侍许方雅 我爸一见 当即就火了 问许管家 谁让他准备这么多的 许管家就以老卖老 说许方雅是自己带大的 怕他在外面受委屈 所以才帮他准备的 我爸大怒 他是去读书 不是去享受的 还有 这个家什么时候 轮到你一个管家做主了 他把许管家 给许方雅安排的一切都没收 而后大手一挥 把许管家开除了 许管家求情不成 开始哭天腔地 骂我爸绝情寡意 没有感情 我爸让保安 把他假期扔出去了 许管家是在许家 工作了十几年的元老 我爸说开就开 有他的例子在前 所有佣人瞬间明白 家里的风向变了 因此 现在所有人 可以说是对我不赶不敬 不仅很恭敬 还有马屁精跟我爸提出 等许方雅去住宿舍 就把他的房间 重新装修一新后 给我住 因为许方雅 一向被我妈当公主养 他的房间 是这整个家里最大 采光最好 最舒适的一间 光是衣帽间 都有两百多个平方 我爸听了很高兴 爽快地同意了 还给那个马屁精家奖金 其他佣人一见 也开始想着法的 争相要对我献殷勤 我不知道许中心 是什么原因 性情大变 但他愿意给 不要白不要 如若他恢复成 原先的棺材版样 我便在断绝关系 拎包就走不迟 见招拆招 先享受了再说 这一夜 许方雅一直闷在房间里 早餐也没出来吃 我正吃着早餐 我爸也过来了 关心地问我 还有没有其他想吃的 要有就跟他说 他让人去做货去买 我满足地吃着大肉包 摇头 我妈也过来了 淡默地看了我一眼 小生跟我爸埋怨 老公 你昨天对小雅太过分了 他哭了一夜 眼睛肿得像桃子 心疼死了 我爸爸舀好的一碗鸡汤 搁到我面前 让我配着鸡汤吃包子 并叮嘱让我慢点吃 而后他才皱起眉头 对我妈说 老婆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月儿才是咱们的亲闺女 骨子里流的咱俩的血 我知道 小雅是我们养大的 你对她比对月儿感情深 我也不指望 你对月儿全心全意 但至少不能后子薄比好吗 别人我现在没心思去管 我只想好好补偿我亲闺女 我要护着我闺女 不被人欺负 一辈子顺遂无忧 我抬头看我妈 发现她脸色颇有些不自然 但很快她就恢复了平常 辩解到 我怎么后子薄比了 每个月的零花钱 给几个孩子 都是一样的好吧 她又转移话题 行行行 你不管小雅 可你也不能 不管你亲儿子吧 小航从昨晚晚饭后进房 也一直到现在没出来 我爸不耐烦 不是有你这个当妈的吗 你去看看小航 我要陪着我闺女吃早餐 我妈 吃过早餐 我爸起身 要亲自开车送我去学校 今天一直没路过面的许方雅 从房间出来了 她自己拉着一个行李箱 苍白的脸上还挂着类字 让人一眼看去 楚楚可怜得很 我妈心疼坏了 快不跑去 命令佣人帮许方雅拿行李箱 又关切地问许方雅 想吃什么喝什么 许方雅滴滴地说不吃了 抬起头 那眼泪就又要滚出来 直到她看到 我爸从钱包里 拿出来一张无限额黑卡 她眼泪刷得立即收回去 扭捏着 笑叶如花的打声 说着 她一脸娇羞地伸出手 直接就去接我爸手里的黑卡 然而 我爸却把卡往我这边移地 月儿 你拿着用 许方雅震惊 而后崩溃 一改往日打音 失声痛吼 爸 我爸皱眉 你不是说零花钱够用 既然钱够花 还要什么卡 许方雅 我妈经过前面我爸一系列的操作后 比许方雅淡定 但对我爸的做法却很不赞同 她说 老公 星月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卡 而且她还是学生 平时零花钱也不少 用不着的 我爸却把黑卡墙塞到我手里 正因为没有用过 就要让她从现在开始学着用 月儿时期了 她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买学习资料 买衣服 买包 买手表 买头饰 哪样不得用钱 哪有用不着的 许方雅盯着我手里的黑卡 极度的眼睛里几乎要滴出血来 我看到她把拳头都握得直打扇 心里忍不住有些爽 于是我一脸顺从地把卡给收下了 我爸要亲自开车送我去上学 许方雅的脸色很不好看 尤其在看我的时候 眼神里透着很拉近 那是要置我于死地的眼神 要上车时 别墅里突然传出我妈惊慌的哭叫声 小航 小航你怎么了 你醒醒 别吓妈妈 因为许子航睡觉睡昏迷了 我爸抽不出身 便让家里资历最老的司机送我 许方雅坐另一辆车先出发了 我让司机把我送到指定银行 在银行亮出我爸给的卡后 我享受到了顶级贵宾的接待 全程不到十分钟 我取到五万块的现金 塞在了我的书包里 重新坐到车里 我找出班级同学路 找到静野的电话号码 给他打电话过去 静野是校爸 打架不要命 动起手来比欺凌我的那帮人还狠 因此 在校园里那帮人谁都不怕 就对静野有所忌惮 我刚转学来时 被他们欺凌时 静野撞见帮过我一次 后面那帮人没敢再在静野面前打我 但在女厕所时打我打得更凶 为了不见外伤 他们把我压着拿挣扎 对我的肚子又踹又踢 在我书包里放死老鼠 在我书桌里倒猪血等等下座的事 也都没间断过 我找过家人 说学校有人欺负我 可他们都忙 而且他们也想象不到 校园欺凌能置人于死地 他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过 因此也没一个人把这当回事 遭到那帮人报复性的欺凌后 上一时我没敢再找静野帮忙 但这一时 我要自保 我给静野打电话 我是许新月 我要请你当我的保镖 你在学校门口等我 我给你一千块 静野缺钱 一套校服穿到破洞都没再买 我猜的没错 他果然缺钱 我一说 他就爽快答应了 我又问 如果对方是女生 你打女生吗 你测你敢进吗 静野在那边笑得掉锒铛 金主让打 老子就打 金主让老子进 老子就进 校园里 那帮人已经等在正门口 上一世我自卑 一直把刘海留得很长 几乎遮住半张脸 走路都是拱着背 埋着脸 这会儿我把头发都梳起来 扎了个高马尾 把整张脸都露了出来 下来 身躯力地笔直进校园 看到我 他们露出不怀好意的笑 隔着两三米远的距离 尾随着我 我远远看到 一道受靴挺拔的身影 从一栋教学楼大不过来 忐忑的心一下子稳了 几倍挺得更直 那帮人在我经过厕所区域时 围首的大块头 一把捉住我肩头 一群人拦住其他人的目光 连推带嗓 把我推进女厕所 好几个上厕所的女同学 跟见到鬼一样 拎起裤子就跑 这帮人很明显 是受许方雅之托而来 因为他们张口 就找我要黑卡 我不作声 他们就抢过我的书包 摁着我的头 要把我的脸摁进马桶里 这时 靳也进来了 他飓风一样 长腿一路扫过来 一下子扫到好几个凶神恶杀的欺凌者 而后他抓住为首的大块头 就逮着他一个人往死里揍 直揍的大块头鼻子嘴里都淌血 他才甩了甩拳头 谁他妈敢再动许心悦一根头发 老子弄死谁 老子可是医院 开了诊断书的神经病 弄死你们警察都管不着 都给老子滚 那帮欺凌者 看着大块头的惨状 个个脸色死白 声也不敢吭 跟丧家犬一样 拖起大块头落荒而逃 我看得一愣一愣的 心里一阵苦涩 原来 这帮人实力都欺乱怕硬 原来 只用一千块 就可以帮着自己解决掉 暴风雨般沉重的欺凌 其实我每个月零花钱 都有好几千的 可我上一世却因为害怕 因为胆怯 我的课桌搬到了后面 因为他坐在最后一排 他把我的和他的并排在一起 坐在中间位置的许方雅 看着这一幕 隔得老远 我仿佛都听到 他恨得把牙齿咬的咯蹦响 我看着埋头睡觉的静野 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十足 我手里现金都有五万块 可以聘请他好一段时间 英语课发测试卷子 我没及格 老师看着我时 脸色很难看 下课后 坐在四组最角落的一个女生 埋着头走过来 她眼神怯懦 都不怎么敢看我 只是滴滴的 结结巴巴的问 许新月 我 我可以给你补英语 你能不能 能不能让我以后 和你一起上厕所 我认出来 她叫冯维娟 语文和英语成绩挺好 但她也是那帮人 另一个欺凌的对象 我看向旁边还在睡觉的静野 默了默 同意了 带一个是带 带两个也是带 大不了 再多给静野一点钱 我就只当花钱 请英语家教了 不过 我没想到的是 一天都没过完 我就不用再花钱 请静野当护卫了 上午课结束 去食堂的路上 我被一群哭哭啼啼的 中年男女给拦住 他们给我赔礼道歉 还向我求饶 见我没吭声 其中两个还向我跪了下来 许小姐 我女儿该死 是我管教无方 我回去饶不了她 求你往开一面 她现在刚上高三 明年她就要高考了 如果把她送去少管所 那她这辈子就完了 是啊是啊 许小姐 求你开恩 跟你爸说一声 饶了我女儿一回好吗 你让阿姨做什么都行 没过多久 听到我在车里打电话后 拿手机拍了那帮 尾随我的欺凌者 把事情都跟我爸说了 我爸都顾不上 还在婚礼中的许志航 立马就派人过来 处理这件事 这个金银男是我爸的助理 他应我爸的要求 带了金牌律师过来 要和欺凌过 我的那帮人死磕到底 跟我下跪求饶的 就是那帮人的父母 我被带到校长办公室 又见到了那帮人 他们一个个 被他们家长打得鼻青脸肿 全在地板上鬼哭狼嚎 有助理和律师处理 我不用管 我也没理会 向我求饶的那些家长们 助理的手机响了 他把手机递给我 是我爸 他在那头气不成声 哭的声音都变了形 爸爸 爸爸没脸见你 对不起 对不起 爸爸该死 爸爸不配 他哭到发不出声音 好一会儿 才嘶哑着继续说 爸爸昨天做了一个梦 梦到月儿 你说你后悔被我们接回来 梦到你努力 想融入这个家庭 我们却一次一次把你推开 你对我们从失望到绝望 走上不归路 爸爸从梦里醒来后 就想好好补偿你 爱你 宠你 可爸爸怎么也没想到 我的女儿 我在外面流落了17年 受尽苦难的可怜女儿 转到这所谓的贵族学校后 竟受尽欺凌 竟被那般诸狗不如的东西 不当人的折磨 在人间地里煎熬 明明你一天天销售 我们却为那些所谓的工作 就全然没看在眼里 我该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才能抹平我女儿的伤痛 抹平不了 我知道抹平不了了 爸爸千死万死都没用吧 别原谅爸爸 这辈子都别原谅 一定 一定别原谅 堂堂大集团的董事长 在那边抑制不住地 发出痛到极致的哭声 我紧握着手机 久久没有说话 迟到的亲情比草剑 他要给我钱 我收 他供我读书 我收 他要给我房给我车 我也收 至于其他 算了吧 那帮恶魔彻底从学校消失 一段时间后 我爸的助理还特地来告诉我 我爸在对付曾经欺凌 我的那帮人的家长们 我爸要让他们都彻底携菜 没了家长做后盾 那帮人才能这辈子都在翻不了身 不知道先前许芳雅 究竟给了他们多少好处 还是许诺过他们什么 最终竟没有一个人 把知识者许芳雅给供出来 从我爸出资 准备给学校盖几栋教学楼后 校长和老师都开始对我客客气气 到处都有同学 在传我的背景身后 家是牛笔 不仅我们班里 连隔壁班 都有同学主动要和我 以及我的好友冯维娟 一起做朋友 但几乎做不了几天的朋友 他们就不再和我们来往 冯维娟打听到是有人出钱 让那些同学都别和我们做朋友 我一听就知道 是许芳雅 自打我开始受欢迎 许芳雅比以前更疯狂地 在学校里出钱交朋友 发红包 送首饰包包 请喝奶茶 请吃零食等等 简直像个散财童子 许子航自那天睡婚离后 一连躺了三天 醒来后就变得有些不正常 他一个名动全校 直接从高一跳级到高三的学霸 既然死活坚持 要降级到高二来重赌 他还不选高二的尖子班 而是选了我和许芳雅所在的普通班 从得到这个消息起 我们班主任 以及几门主客老师 个个都满面春风 走路都是飘的 还有一个飘得更厉害的 是许芳雅 恨不得拿的喇叭 在班级里广播这个消息 因此 许子航还没来 所有同学已经知道 学霸许子航是他弟 其实许宗星对子女 都有过严厉训导 让许家子女在外必须低调 别将亲属关系 透露给外人知晓 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 很显然 许芳雅已经把这训导抛至脑后 许子航姐姐的身份 让他比先前做散财童子 还更受欢迎 有想和他做好朋友后 找许子航补课的 有想蹭学霸学运的 还有一大部分是想做他未来弟席的 因为许子航不仅是个天才学霸 还长得巨帅 学校论坛上 他和静野校草之争的帖子 至今热度不减 许子航要转来我们班当天 许芳雅左邻右座 都被几个女生抢着换了座 只把许芳雅同桌的位置空了出来 准备给许子航去坐 许芳雅桌洞里 还塞满了花花绿绿的情书 以及各种小礼品 听说先前静野刚出现在学校时 也有人给他送 可被他毫不留情地扔到了垃圾桶 再加上目睹他打人的凶狠样子后 再没人敢给他送 别说送礼物送情书了 连看到他都会胆颤地绕着走 听到教室外传来脚步声 许芳雅那边的女生们 开始激动到飞起 啊 来了来了 有生之年我竟然能和超级学霸同班 太骄傲了 小雅小雅 学霸弟弟最喜欢白色对吧 我今天特地穿的白裙子 早上还因为没穿校服 被抓住罚站了一个多小时 哦 学霸可一定要多看看我 小雅 说好的 我帮你值日一个星期 待会你弟来找你 你一定要帮我把巧克力送给他哈 学霸小哥哥会不会很高冷呀 我看他好像平时 在学校都不怎么爱说话 许芳雅娇精地微笑 小杭他只是在外人面前话少 在我面前就是个小话牢 从小到大就喜欢黏我 所以以后他在我们班天天黏着我 你们可不许笑话哦 他肯定是为你转过来的吧 你们姐弟感情真好 真让人羡慕 冯维娟错我面前小声 新月 你说 许子航真是许芳雅弟弟吗 虽说都姓许 可以前一直都没听说过 要说姓许 新月 你也跟学霸同姓啊 我一边记着英语单词一边答 不关咱们的事 不用理会 可学霸真的好帅呀 新月 你喜欢学霸那种类型的男生吗 向来进教室就只会睡觉的静野 也难得地睁开惺忪的眼 看向我 我果断摇头 冯维娟嗷了一声 静野则又闭上眼睛去睡了 许子航跟着班主任走进来 教室里史无前例地安静 班主任激动地介绍许子航 并让许子航自己随便找空位坐 或者许子航想坐哪儿他就给掉 我抬头看去 刚好和许子航的双眼对了个正正 他正好也在看着我 我不由地愣了愣 可能因为昏迷了几天的原因 许子航很明显瘦了一大圈 他直直地看着我 双眼通红 像是哭过 这会儿他脸上的表情 也像是还在强忍着泪水 有女生站起来 主动向许子航做自我介绍 有他带头 好多个女生男生都站起来 向许子航介绍自己 要和他做朋友 许子航一双黑眸 始终紧盯着我 谁也没看 直到班主任催他说话 他才终于开口 我到这个班来 是为了一个人 我要保护他 陪他学习 陪他一起考大学 这个人 就是我的姐姐 教室里发出的 吐蕃鼠尖叫声 打断了他的声音 围坐在许方雅身边的女生们 都激动地垂桌 小雅小雅 学霸亲口说是 专门为你来的 啊 好暖啊 许方雅表情掩饰不住地得意 但却故作矜持地掩着嘴笑 这家伙 真是的 叫他不要高调 他怎么能这样 真是讨厌 果然 许子航迈开长腿 向许方雅的座位 静止走了过去 那些女生间 叫声更疯狂了 许子航走到许方雅 座位旁停住 许方雅自认为 优雅地站起身 娇称地软身 臭弟弟 你可真能胡闹 谁要你保护了 谁稀罕你赔了 好好的高三班不带 偏跑到高二来 回去看爸爸妈妈 怎么说你 虽是撒娇的语气 但他却故意很大声 全班都听得到 然而 许子航却离也没理他 只是伸手 把他旁边的空客桌搬出来 又拎过凳子 他个子高 一手就把桌子扛上肩 另一手拎凳子 便往我所坐的座位 这里走过来了 那些尖叫的女生 像是被突然被捏住了咽喉 尖叫声戛然而止 教室里 除了许子航走路的声音 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站立着的许方雅 在所有坐着的学生中 宛若雕塑 但这雕塑却是活的 因为他的脸色在变 赤城皇绿青篮子 别提多精彩 许子航把桌子 所有同学 其震惊程度 好多同学眼珠子 几乎都要掉下来 静也醒了 没看许子航 而是看着我 我出声拒绝许子航 我不是你姐 也不和你坐同桌 如果你非要坐这里 我换座位 许子航眼睛更红 姐 没听到他说 不认你这个地吗 静也帮我说话 他见眉很不友好的宁起 表情凶巴巴 像急了要干架 老师好像谁也不敢得罪 都不出声 许子航红着眼睛看着我 我始终冷着脸没瞧他 他自己站了一会儿 默默地把桌子 摆在我后面 坐下了 班主任是数学老师 课堂上 老师布置作业 我皱着眉摇笔头 因为好几道都不会 没过多久 后面扔过来一张纸条 我狐一地摊开 是一张稿纸 稿纸上 公公整整地 写着解题过程 我 我心里莫名一惊 觉得许子航的反常 和我爸最近的行为有些像 难不成 许子航也做梦 梦到我上一世惨死的事了 下课后 有女生想问 许方雅究竟怎么回事 他谁也没理 趴在课桌上 痛哭失声 同学们面面相去 看看许方雅 看看许子航 又看看我 各个表情复杂 我面前照下一道阴影 是许子航 他骨节分明的大手里 抱着一叠书 过来放在我桌上 白脸微红 姐 这些参考书你看看 不懂得问我 我给你讲 他放下书 就回了自己座位 我摸不清 许子航什么意思 他脸向他问题 许子航却已没空拒了 因为许方雅绝口 不再提许子航 是他弟弟的事 有些胆大的实在忍不住 跑来小心地问许子航 许子航 许方雅他是你姐吗 许子航只答了两个字 假的 顿了顿 他又加上一句 我真姐姐只有一个 是许新月 我 不远处的许方雅 再次哭了起来 许子航像没听见一样 拉了凳子到我这边 拿过一本参考书 来翻开 姐 你以前的学校 应该有些跟不上 我们的进度 所以这些书 你看起来才觉得有些吃力 没关系 我给你讲 我但莫达 不用了 许子航坚持 我拒绝后 他就自己拿着题 跟唐僧念经一样 在我旁边自讲自答 还别说经他一讲 再难的题 好像都变得 跟各位数的 加减乘处一样简单了 旁边睡觉的静夜 趴地将一本书扔在桌上 不耐烦地打断了许子航 你烦不烦 许新月说他不需要你补 听不懂人话呀 许子航毫不畏惧地迎视他 就算我解在反 我也要给他讲题 我会陪着他 直到他考上他想上的大学 你要闲烦闲吵 你去换座位 没人拦你 你再说一句 再说一句 信不信老子揍你 静夜说不过 撸起袖子耍起横 我拉住他 静夜皱眉 许新月 你不会是要同意这书呆子 给你补课吧 我没作声 拿过了许子航的一本参考书 默认了要他补课 这一世上大学是我的目标 许子航的确是个优秀的辅导 不用白不用 许子航看着我 眼睛又开始泛红 他重新把一叠又一叠的辅导书 搬到我桌上 门门课都有 静夜挠挠后脑勺 挑眉 那老子也跟许新月一起补 老子也要上大学 许子航 你不行 静夜 书呆子你给老子等个桥 冯维娟也脸红红地凑过来 新月 我数学和物理都不太好 我可以蹭你弟弟的课吗 徐子航听完他的话 竟然一口就答应了 好 你是我姐姐的好朋友 我是他弟弟 当然可以让你蹭客 冯维娟高兴的尖叫声 差点掀翻了教室的屋顶 好些同学羡慕极度的 眼睛都发绿 许方雅赌气了几天 后来还是主动来找许子航 委屈得不得了的样子 问他 他哪里做错了 为什么要让他难堪 许子航冷静地答 我没有给过谁难堪 如果你觉得难堪了 那你找自身的问题 跟我没关系 许方雅就又哭了 而后又找机会 装可怜的主动找许子航 帮他补习 许子航 没空 许方雅眼泪刷得滚出 给许新月补就有空 许子航 我才是跟你从小 一起长到大的姐弟 她才来多长时间 比得上我和你之间的感情吗 许子航 她是我亲姐 许方雅 许方雅哭出声 行 我去找妈妈 我让妈妈来学校 给我证明 证明我根本没有说谎 许子航 我也没有说谎 你的确是假的 新月才是我爸妈亲生的女儿 是我亲姐 许方雅 一次月考考完 国庆在即 学校在放国庆小长假前一晚 要在大礼堂举行国庆庆典 可以邀请家属到学校观看 这一个来月里 许子航拼命辅导 再加上进也主动承担了 我所有的后勤事务 打水 打饭 买零食 领书 领作业什么的 他全抢着帮我干了 不让他干他还发火 这样一来 我只剩下学习这一件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这个全年纪中等 这次月考突飞猛进 竟提升进了年纪前十 国庆庆典有年纪前十名 上台领奖的环节 而许方雅离前十 隔着极遥远的距离 在看到分数时 他就把卷子全给撕了个粉碎 现在他每时每刻 看我的眼神都是绿的 像毒蛇 平成绩他上不了 国庆庆典的舞台 他就报了个文艺节目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他用手机给我妈打电话 还故意开着免提 报告他要演节目的消息后 让我妈给他准备演出服和首饰等 他对着手机撒娇 妈妈 我想要全世界独一件的演出服 还要闪一点的首饰 可以吗 我妈 没问题 妈妈给你定制演出服 给你弄钻石项链 许方雅假模假样的惊呼 那会不会很贵呀 上次我跟妈你去拍卖会 好像一条钻石项链 得七位数了吧 这点钱对咱们家来说 还不算什么 你尽管放宽心 好好练习 到时候经验全效 谢谢妈妈 我一定会的 许子航再也听不下去 跑过去 强行摁断了他们的通话 许方雅仰叫 你干什么 你是我什么人 我认识你吗 还敢碰我的手机 你给我滚远点 自从一再在许子航这里碰壁 许方雅在他面前 连装都懒得装了 许子航冷冷看着许方雅 像才认识他一般 语气冷到冰点 我也真希望 自己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许方雅翻了个白眼 又拨另一个号码 没想到 这次他打给的 竟是大哥许子奇 而且又开了面题 而许子奇正红的发子 他才出新歌 就连续霸占了 各大音乐排行榜 我们班 几乎一大半同学的铃声 都换成了他最近的热门新歌 许方雅这么做 会闹得我们几个 在学校都在无安宁 许子航冷着脸 把他手机夺走 我警告你 不许你找他 你滚开 我要找的是我大哥 关你屁事 我大哥可比某些没亲没意 见一次牵的狗 比东西强多了 许方雅张嘴 去咬许子航的手腕 咬得狠狠 许子航吃痛 他成功把手机抢走 许子航那边接了 你们知道 我打的是谁的电话吗 许方雅捂着话筒放大话 说出来 吓死你们这群没眼力的狗东西 他跑到教室讲台上 开始接听电话时 就恢复成了交假音 大哥 我们学校国庆庆典 我有节目 要邀请家长 你能来看吗 大哥 对不起 因为爸妈都没空 我没办法跟老师交差 就跟老师说我大哥会来 哥 我这还是第一次邀请你来我学校 而且我还跟老师保证了 你会来的吧 要是哥你都没办法来 那我就太可怜了 许子航再次夺过他手机 挂断电话后才扔回给他 黑着脸大步往教室外去了 同学们一个个都看得一愣一愣的 许方雅在讲台面向我们 志得意满地说 都看不起我是吗 宁愿跟一个过人院里出来的低贱火玩 也不正眼看我是吗 行 我这次就给你们来个大档 到时候你们这些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可千万别一个个舔的脸 又来求着和我做朋友 就算你们到时候给我舔脚趾 姑奶奶我也谁的机会都不会给 班里的同学看着他 俨然在看一个世纪大笑话 国庆庆典当晚 我们这些领奖学生 还有演出的学生 都被老师安排在一间休息室里 整理一笼一表 许方雅一边对近化妆 一边无声的咒骂 眼睛都气得心红 因为我妈答应给她的定制演出符 以及钻石项链 一样都没拿到 不仅东西没到 我妈从前些天出差国外后 一连好几天都没了消息 也没见他人回来 有同学认出许方雅身上的衣服 和首饰牌子 并不是先前所说的定制 想到他先前的张狂 忍不住都嘲讽他 不是要给我们来个大党 不是要带价值七位数的钻石项链 怎么一样都没见着呀 哈哈 就是要论吹牛逼比赛 许方雅你要排第二 都没人排第一了吧 哈哈 许方雅脸色铁青了一阵 而后咬着牙冷笑 我记住你们几个了 待会看到我的大哥 我希望你们也能像现在一样笑得出来 我们整理好衣装 就在台下和老师家长们一起 观看文艺节目 等着节目都结束后压轴上台领奖 看到许方雅在上台前 又偷偷给许子齐打电话 坐在我旁边座位的许子航 先一步拨打许子齐的电话 然而 对方显示无法接通 很快 许方雅上台了 一直到他表演结束 许子齐都没有出现 礼堂门口也没有出现任何骚动 我看到许子航明显松了口气 主持人请我们这些年级前时的学生上台领奖 我和许子航都在名单之列 上台站定后 许子航扭过头 对我露出轻松温和的笑 小声安抚 姐 不用担心 大哥不会来了 我之前就打电话跟他说过了 我没作声 许子齐来不来 我都无所谓 这会儿因因期盼他来的 只有许方雅一个人 我当初刚到许家时 许子齐一直形成繁忙 半年来的时间里 也就跟家人团圆过两三次 就算回来他也是补过完的脚 除了许方雅 会逮着机会主动粘着他说话外 他再没精神和其他人说一句话 所以 就算许子齐来了 也只会看许方雅 跟我没关系 也不会对我的校园生活 产生任何影响 然而 许子航话音才落 礼堂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阵骚动 而后是此起彼伏的尖叫声 老师们都被临时安排 去管理会场秩序 但根本控制不住 在看到人群里 那道耀眼的男人身影后 礼堂里无论是台上 还是台下的学生 基本上都疯狂了 虽然只戴了墨镜 可还是让人轻易就认出 是许子齐 出乎意料的 他竟然真的来了 不愧是明星 本身就好的颜值优势 以及精心的造型设计 让他格外的独目 走路进来时 身上都似绽放着光芒 许方雅更是激动得脸色血红 尖声大叫 我哥 我哥来了 都让开 我哥是来看我的 根本没人听得到他的声音 学校里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么大的场面 所有的保安和老师 都被派了过来 临时加急维持秩序 许方雅挤不到 许子齐身边去 蹦到舞台上 一把抢过 愣成呆瓜的主持人的话筒 兴奋大喊 哥 子齐哥哥 我在这儿 哥 这里 看到我了吗 他的叫声 被巨大的音响 放大到震天响 乱成一团的大礼堂 鬼一般寂静下来 众人惊讶 错愕 震惊 然而 许子齐却像没听到 许方雅的呼喊一样 长腿一迈上舞台 往我们领奖的学生群 这儿走了过来 在万众瞩目之中 他走到我面前 伸手就拥抱住了我 而后 我听到了他压制的 嘀嘀的哭声 这一幕很熟悉 和我爸之前的行为 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我脑子里墨地一亮 他们会不会 也和我一样 是重生 当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越发地感觉到像 因为我自己就是重生的 可以说是很了解了 他们这毫无预兆的反常 完全像极了重生 所以他们这些反常 其实是因为 知晓了上一世 我孤单无一的生活 以及凄凉的死亡 现在才一个 接一个的在弥补 可我爸说是做梦 是他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重生了吗 我有些猛 脑子里乱成麻 猛笔中 我看到许子齐 牵紧了我的手 把我拉到台前 哽咽地说 这是许馨月 是我妹 亲的 我最亲最亲的妹妹 等我终于把事情 勉强理出点头绪 我人已经在家常的 劳斯莱斯里 许子齐和许子航 分别坐在我左右 许子齐问我冷不冷 一会儿让司机 把温度调高点 一会儿又让司机调低点 而许子航 则去小冰箱里 给我拿喝的 彭力堆过来 问我要喝哪种 我都拒绝了 我说我想静静 他们连忙硬好 小心翼翼地 连呼吸都不敢再大声 到家 小心翼翼组里 又增加一位成员 是我爸 因为我不同意 他去学校看我领奖 他便在家里 让厨师给我们 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他还在他年过半百的人生里 第一次亲自下厨 唯我做了一龙大肉包 各个包子都捏得奇形怪状 他用双手端了一盘包子 递到我面前 让我尝尝 我还没伸手 家里的宠物狗米哈 突然蹦起来 从盘子里叼下一个包子 狼吞虎咽的 就咽进了肚里 狗碰过了 我爸不放心 没再让我吃 然而 米哈吃完包子一会儿后 突然在家里 狂躁地乱叫乱跑起来 庸人们却拦都拦不住 跑了好多圈后 他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死了 有庸人惊恐大叫 中毒 米哈是中了毒药 被毒死了 家里瞬间乱成一团 有钱好办事 不出一个小时 就被咽出来 确实是中毒 是吃了巨量的老鼠药毒死的 而那些老鼠药 就掺杂在大肉包子里的肉馅里 不是我爸 他没那么蠢 更何况 不管他曾经对我怎么不上心过 到底是他的亲生女儿 他现在弥补 我还来不及 又怎么可能 给我下这么猛的老鼠药 家里外围都有监控 很快就查了出来 是许方雅 在学校里时 大家都只关注着大明星许子奇 以及大明星亲口承认的亲妹妹我 谁也没想到 极度到发狂的许方雅 一个人跑出礼堂 打了辆出租车 就直奔家里 趁我爸在书房里查肉包 具体要蒸几分钟时 许方雅到厨房 假装要从冰箱里 拿他以前存放的巧克力 并找理由 把厨师吃出去后 他将路上买好的 好几包老鼠药 全都拆开 撕开已经上笼蒸的包子 把药全部倒进了包子县里 而后再次坐上出租车 溜至大吉 如果不是狗抢包子 那么 吃下老鼠药包子的 就会是我 因为我一向 对大肉包难以抗拒 哪怕形状再丑 哪怕肉馅不新鲜 我都能一气而 胡伦吞早地吃好几个 我爸脸色阴沉地 把家里所有人都叫出来 让他们都帮着 去找许方雅 还打电话 让公司的人都放下工作 再急也先放着 让他们全都帮着 去抓许方雅 家里所有人 都在为我冒冷汗 后怕不已时 出差好些天没消息的我妈 突然回来了 她手里捧了一个 精美的黑丝绒礼盒 几天没见 她整个人都受得脱了形 好几个手指上 都缠着纱布 像是受伤了 她目光呆滞 直直地向我走过来 从她看我变得柔软的眼神里 我强烈地感觉到 我先前觉得 他们重生的猜测 很有可能都是对的 现在 我妈 她好像也重生了 我爸看到她 刚刚因为肉包下毒的事 就还克制着的怒火 瞬间爆发 她把一个有老鼠药的包子 砸到我妈面前 你看看 你看看你灌出来的好女儿 她竟然给月儿下毒 要不是米哈抢得快 现在躺在你面前的 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我告诉你 要抓到她 我定了不了她 年轻轻就敢给人下毒 留在世上也是个祸害 我妈身躯僵硬 面上却依然没什么表情 眼神也涣散 好一会儿后 她继续向我走来 将手中的黑丝绒礼盒打开 那里面是一条 做工精美的钻石项链 尽管这会儿太阳已落山 天还没黑 家里也没开灯 但那如鸽子弹一般大小的钻石 依然璀璨闪耀 我爸应该是听到过 我就用这个活活勒死她 我妈像失去了听觉一样 不对 像是失去了一切感官 不管我爸在说什么 他都没有表情 直到走到我面前 他才站定 取出项链 开始给我戴 我淡默地看着她 没动 她手抖得厉害 戴了好一会儿 才给我戴好 而后 她看着我 久久地看着我 眼神近乎发痴 我爸手机响了 他立马接听 然后他发更大的火 去找 都给我去找 把那个混账白眼狼 给我抓回来 他吼着 人都一阵亮呛 许子齐和许子航 连忙去辅助他 我爸站稳后 几个大步走到我妈面前 把手机里 助理刚刚发来的录音打开 那里面是欺凌者之一的声音 他在少管所里受不了审问 终于交代出了许芳雅 说他们找上我 都是因为许芳雅 出钱请的他们 许芳雅亲口跟他们说的 最好神不知鬼不觉 把我弄死 那样 他能给他们更多的钱 听对录音里欺凌者的话 我爸 我哥 我弟全都眼睛一片血红 拳头捏得咯咯作响 我爸瞪着我妈 听到了吗 知道你亲生女儿在学校 都过了什么日子吗 他在学校里挨打挨骂 被他们欺凌的 快要死的时候 你却还在偏袒着 那个外星的白眼狼 你以为 你现在给月儿做一条项链 就能弥补你的罪孽吗 你生了他 你没养他 你不仅没养他 你还助纣为孽 你袒护着欺凌 你亲生女儿的白眼狼 骂着骂着 他痛苦地俯身蹲了下去 捂着脸哭出声 不只是你一个 我们全都是罪人 我们没一个配做月儿的亲人 月儿说的没错 他不该跟我们回来 我们不是他的亲人 我们都是刽子手 我们是杀死自己 亲生女儿的刽子手 徐子齐和徐子航 也都低着头 气不成声 偌大的餐厅里 有两个人没哭 一个是我妈 一个是我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听着他们 把我上一世经历过的伤疤 再一次血淋淋地揭开 我很痛 可我没有泪 所有的眼泪 上一世我都已经流干流净了 我妈依然那么呆呆地 痴痴地 傻傻地看着我 一动也不动 直到我准备转身离开 这令人窒息的屋子 我听到我妈呕立声 我转过头 看到她吐出了一口血 哦哦哦 她又一脸吐出了好几口血 而后 人就栽倒了下去 我爸他们 几乎把城市翻了个底朝天 过完年 在一间偏僻又肮脏的黑诊所里 找到了许芳雅 她得了脏病 烂得都不成样了 在黑诊所里治 听到消息 我爸第一个赶过去 我也跟了上去 从来不对女人动手的我爸 上前就狠狠地扇了她好几个耳光 只把她的脸扇得高高肿起 许芳雅被打得嗷嗷叫唤 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 我不是你们最爱的小公主吗 我有什么错 你们为什么要把许芳月那件人接回来 她丢了就应该让她死在外面 为什么还要找回来 为什么让她来分享我的一切 我们养你 当亲生女儿一样养你 公你好吃好穿 你却找人欺凌我女儿 还要毒死我的女儿 你还问为什么 你的良心呢 我爸越说越气 控制不住怒火 随手拾起旁边的扫把 就用力抽向她 许芳雅痛叫着晕厥过去 我爸还要收集证据 把许芳雅也跟那群欺凌者一样 送去坐牢 但还没等她收集齐全 许芳雅死了 因为生的脏病 死后她的尸体恶臭传树里 整条街都在嫌恶唾骂她 我妈使好使坏 好的时候就做两件事 要不是一整天呆呆痴地看着我 或看着我的照片 要不就是待在她的手工制作室里 不停地制作珠宝首饰 做好后就给我 哪怕手指头处处是伤 也不停地做 谁叫她都听不见 要强行让她停止 她就会又陷入昏厥 她昏迷的时候 嘴里一语不断 来来回回就两句话 许芳雅你不是人 许芳雅你不是人 月儿 月儿 我的女儿 我用我爸的钱办了转学 转到了离许家所在的城市 数千里之遥的另一座城市 我不同意他们任何一个人送我 也不同意他们到我所在的城市来看我 他们面对我时一个比一个小心 我说不同意 他们便没一个人敢擅自来打扰我的生活 他们给我的公司股份 给我打的钱 我都收了 只有一个一直死活要跟着我 是静野 我读大学 考研 而后参加工作 做生意 静野都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用赚到的钱 以及许家那边给我的钱 除开我一切生活开销外 我在我所去过的每座城市开办福利院 收养无数的孤苦孩子 我尽我所能 给他们善而为人应该享受到的爱 我的福利院里有一条铁律多年不变 那便是 不管被收养 还是被亲生父母找到接回去的孩子 一旦他们在新的家庭里受到任何委屈 待不下去 想要回来 那么只要他们说一声 福利院会无条件将他们接回 而后我和静野结婚 生子 组建自己的小家 大半生的时间里 我都再没有见过许家的任何一个人 包括红了数十年的许子琪 我也只是在荧幕上见过 生活中也没有见过一次 多年后 一位律师找到我 让我签收无数的股票 股份 固定资产等 我才知道 我爸许宗欣和我妈相继过世 在弥留之际 他们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我